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 丁果先生对拜登百日新政与对华外交的时政解读 拜登总统执政已过百日 仅从支持率来讲 早已经超越前任特朗普 在疫苗施打和推动国内基本建设的投资上 也是可圈可点 而在外交问题上 拜登主打的对华政策既清晰又模糊 引发很多的讨论 其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 与前任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到底有何异同 二是 拜登对华政策是真强硬还是缓兵之计 三是 拜登对华政策有没有效果 在与中国的竞和过程中是否占到了先机 阻碍中国超越美国的进程 其实 与其说拜登总统继续在全球组团与中国全面抗争 不如说西方世界目前仍然没有清晰统一的对华政策 对白宫而言 暂时延续特朗普政府晚期临时的对华强硬立场 是一种无奈 也是一种需要 说其无奈 当然是美中双边关系 知识体大 牵动全球经济走向 亚洲地缘政治合纵连横 欧洲美国互动 美俄中以及美俄欧洲等凑增复杂的局势 拜登上台百日 难以即刻有全面完整的对华政策 说其需要 乃是因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只要特朗普仍然影响着共和党走向 影响2022中期选举 乃至2024总统大选 拜登就无法避免从美国民粹主义的角度来制定或者推动对华关系 不过有趣的是 拜登政府将自己成功目标的一大部分堵住在新的跨国威胁上 比如对抗新冠病毒的抗疫 以及针对气候变化 而要达成这些目标 华盛顿又必须与中国合作 也因为如此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伊提出了一个观点 衡量拜登对华政策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 是美中两大国能否在其他领域 诸如高科技等激烈竞争的同时 共同合作生产全球公共产品 显然 美中竞争未必是一种零和游戏 拜登的对华政策三要素 拜登总统在首次国情咨文中的对华政策有三个基本点 一是竞争但不冲突 二是中国和西方式模式之争 三 竞争获胜之道不是把对方拉下来 而是把自己提升上去 展现制度的优越性 从第一个要素来看 那就是对华政策是进行竞争但不启动战争 从第二个要素来看 拜登并不否认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 一是提出数兆美元的预算推动基本建设 二是提出巨额拨款 提升美国高科技竞争能力 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 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在5月12日 以24票赞成 4票反对 通过无尽前沿法案 计划拨款1100亿美元加强基础 及先进科学与技术研究 来抗衡中国的竞争压力 换句话说 拜登不会要求中国停止 2025中国制造计划 而是用自己的5年计划来压过中国的科技发展 有趣的是 拜登在内政政策上 处处与特朗普或者共和党的政纲对着干 但在对付中国挑战大一鸣分下 却可以获得跨党派的权力支持 从原则而言 这些原则与中国改革开放时 邓小平拍板与西方接触时的立场 并无太大差别 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处于战争 可以是各种形式的战争 包括意识形态的战争的传统 敢于向世界打开国门 邓小平并不忌讳 与西方的竞争是模式之争 而实用的方法就是 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这些观点与拜登的立场不谋而合 一如特朗普最看重的美国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战略中心主任学者白邦瑞 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建议的 美国对付中国要用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 拜登在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演讲中 并没有像特朗普政府时期的 国务卿彭莱奥那样 刻意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割 而统统以中国改称 以避免国际舆论指美国政府的目的 在于推动中国的政权更替 也有舆认为 这是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 选择走务实路线 不排除与北京在环保等领域的 合作关系